阿灵说和自恋者相处久了 为什么会有边缘的症状 一定是因为原生家庭里面 你就已经有一些边缘的这个特征了 然后再遇到这个自恋者的时候 他会故意的刺激你的创伤点 比如说边缘的人特别特别害怕被抛弃 然后他知道了以后 他就故意拉扯忽冷忽热 又会对你好 又会抽离 你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特别容易引发你的原始的创伤 被激发了 这个边缘的特质就会特别明显 因为我之前就是接触过 有一个边缘特征倾向的一个人 他还不是边缘人格障 他是边缘倾向 然后他就必须要赶紧断 就是他跟他的原生家庭就必须断了 因为他妈妈是NPD 他说我不见我妈 然后他去找心理咨询师去帮他疗愈 然后就把他的边缘特质 因为他不是边缘人格站 然后就把他的边缘特质 慢慢慢慢恢复到正常了 然后结果遇到一个NPD伴侣 又给他刺激出来了 然后他就意识到了 他就把这个人给cut off掉 就是断舍离掉了 他再来找我疗愈 然后又能恢复到他比较正常的状态 所以边缘的人格 或者边缘倾向的人 其实是可以恢复的 因为你有同理心和反省能力 然后再来一遍 然后再来一遍 感谢观看